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集提到警帝最終沒有立律姬做皇后 一年過去皇后的位置還是空著 皇美人在想 長公主一定會在漢警帝面前說自己的好說話 但說了那麼久還未有結果 還未有皇后的人選 莫非警帝仍然對律姬念念不忘 於是皇美人暗中叫大臣請求警帝立律姬為皇后 一方面驗證漢警帝的想法 另一方面希望得到律姬的好感 怎知他會不會有一天做皇后 有一天一個負責管理禮節的大臣求見皇帝 對警帝說 陛下前人說武耳指貴 請立律姬為皇后 因為律姬的兒子已經立了做太子 但想不到漢警帝一聽到這番說話 嘩 氣得噴火 立即下令把大臣推出去斬首 警帝的脅首 警帝的脾氣都相當差 這樣還未可以平到心頭之恨 或律姬只不過是拒絕 說不幫他照顧皇子 但有什麽十冤九仇 警帝索性廢了太子劉榮 改封他為林剛王 在這時候 有一些大臣雖然不贊成 但也不敢再說話 因為可能說了 連命都沒有了 但律姬的兄弟 因為律姬站出來反對 結果他都被殺了頭 至此律姬一家人 在朝廷做官 都被拘捕 兼且殺頭 他自知大勢已去 抑鬱成侄 最後過了沒多久 就死了 這時候 劉徹的叔叔劉武 劉武對皇太子的名位 已經垂現三尺 劉武自然是警帝的弟弟 大臣元央規勸警帝說 從前宋宣公傳位給兄弟 而不傳給兒子 結果宋宣公的兄弟 為了爭奪皇位 令宋國亂了很多年 皇上切莫重蹈覆轍 漢警帝聽了後 覺得很有道理 遵從傳子不傳帝的規定 不再考慮劉武 但想不到劉武得知自己 繼位無望後 為了洩憤派人刺殺 元央等十個朝中大臣 這個行為更讓警帝看清楚現實 於是在公元前150年 立皇美人為皇后 立劉徹為皇太子 當時劉徹是年近七歲 得到繼承皇位的資格 劉徹本身聰明好學 警帝一向很喜歡他 如今被立為太子 警帝更加努力培育他 警帝請了當時有威望的長者 衛環當劉徹老師 稱為太子太傅 衛環為人忠厚老實 多才多藝 亦能聞能武 因為他都做過 何姦憲王劉徹老師 引導劉徹 喜歡了漁術和文學 而他在平定吾楚七國之亂 其實都立下大功 最終被稱為中衛 後尾更加被封為建陵侯 衛環做了劉徹老師 有六七年 劉徹深受他的影響 而在劉徹的童年時 他有個夥伴叫韓燕 是當年韓王遜的後代 在兇奴長大 所以很擅長於騎射 亦對兇奴的狀況非常熟悉 劉徹向他請教騎射 亦聽他說關於兇奴的故事 由於劉徹的勤奴好學 他漸漸發展成為能聞能武 思想活躍 而且深空開闊的皇太子 到公元前141年的冬天 在那一天 皇宮中傳出了一個惡號 漢景帝駕崩 離世 在這一年二月 雖然天寒地凍 但春天氣息都慢慢來臨 已經做了九年王太子的劉徹 這就是歷史上黑黑有名的漢武帝 劉徹成為漢武帝之後 這麼年輕 究竟他一上場會做些甚麼 是否立即為不細工業立即行動 還是有些其他事情 或者我們記得 頭一集都說到陳阿嬌這個女孩 那究竟漢武帝會怎樣對他 是否真的整間金屋給阿嬌住 我們下集再說